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显灯报社 大约在公元前1600年,世界上第一座迷宫就出现在克里特首都的一座网宫里了 到了古罗马时期,带有迷宫样式的图案成了当时贵族装饰品的首选 中世纪的时候,英国开始流行将草坪拆建成迷宫样式的草坪迷宫 各个时期都有着带着当时特色的迷宫 这既是一种象征,也是一种精神寄托 那么现在世界上到底有哪些比较有意思的迷宫呢 在英国的威尔特郡有一个特殊的迷宫,朗里特树梨迷宫 这是英国最古老的迷宫,它是一座三维迷宫 由至少16000颗英国紫山树祖神,占地约为0.6公顷 迷宫有大大小小六座木桥,中心处是一座眺望塔 虽然可以直接从木桥上看到眺望塔 但要真正到达眺望塔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据统计最快到达的只用了25分钟,平均到达时间是45分钟 当然还是有不少人一直没有走到过拉 除了这种三维迷宫,还有一种水果形状的迷宫 在夏威夷瓦湖岛的摄尔风铃园 有一座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长的迷宫的波罗花园迷宫 全朝约3.11英里 因为地处热带,整座迷宫由11400种热带植物分布构成 在迷宫的正中央是由黄色的植物品出的一个巨大的波罗形状的图案 而世界上最复杂的迷宫是意大利的皮萨尔别墅花园迷宫 位于意大利的郊外,之所以被誉为是最复杂的迷宫 是因为传说拿破仑就曾在1807年在这座迷宫中迷失过 对于迷宫,科学家也提出过迷宫第一定律 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只要在出发点单手摸住一面墙出发 手始终不离开墙面,总可以找到迷宫的出口 不过很快就有人发现这一定律存在两个明显的漏洞了 所以现在一些数学家们仍在坚持研究关于迷宫的定律 不知道小伙伴们对迷宫有什么看法吗 世界如此枯燥,新闻也需要请调 还不点关注你是在等什么呢